你吃的肉 肉挺高啊 修过一两回 修成这样没什么 这个肉高啊 这是肉的问题 跟指甲没什么问题 修之前肉没这么高 修之前肉没这么高 修过一两回 然后修到葡萄瓣膜旁边旁边的那头 什么时候修的 这是你肉的事 跟指甲没关系 指甲扎肉 你说是指甲的事 是肉的事 其实跟指甲和肉可能都有事 也可能是指甲的事 也可能是肉的事 肉为什么会这么肿 跟你这互相摩擦 它也是一个关系 再有你肉质不好 打个不好听的比方 就像是小竹子一样 有吃饲料长大的 有吃这个跟羊一样 有吃饲料长大的羊 有吃青草长大的羊 你说它俩肉质一个味不 你为饲料长大的羊 你混上内蒙 那个大草原上长大的羊 肯定味不一样 哪个肉质更好 是吧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你说你是甲钩盐也好 是什么也好 你这个可能跟你这个指甲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跟你这肉也有一定的关系 小伙子你肯定脾虚 脾虚的导致肉不好 肉 好嘞 那脾虚实气比较重 你看这个都冒黑气 所以说你这肉脾干嘛呢 脾主肌肉脾主四肢 你这个手脚过于肥大瘦小 都跟脾有一定的关系 等于是说你这个肉质不太好 它这个这一块肿 有的时候不光是指甲的问题 是你本身肉也有问题 你修半天都是修的指甲 根本也修不住肉 这肉咱们是没办法修的 挺生的 这个肉有一点发炎 有的时候需要你自己涂一点药 消消炎啊 你别不惯它 你老不惯它 它这个肉它本身它都放这摩擦 你看它跟这个脚趾头摩擦 这肉本身就高 你看 我还不知道修一回都彻底耗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修一回彻底耗了 不可能 修一回你指甲还得胀 它就跟你头发一样 你结果结果这个发型 是不 你可能永远保持这个发型不变 我两天头发炒了 这跟这一个道理 这个指甲它会长 有的时候 它好与逮 你跟它这个肉也有关系 不知道是指甲磨了肉 还是磨肉磨了指甲 是不 包了指甲 就跟两口子打架一样 也不知道是怨老公 还是怨老婆 反正或是他俩都怨 这都对咱们都得细看 都得好好辨证一下 看看具体是有什么问题引起的 我只能给你保证修完这次以后 只能是说把这指甲清出来以后 让你感觉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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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